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各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郑明燕 OK,很紧张 OK,我觉得今天我们就当作是朋友这样子来交流 大家不要好像来听老师上课这样子 因为我刚才看大家全部拿着手机这样子拍 好像要在听讲课这样子,我有点怕 然后我本身是蛮认同刚才文王爷讲的一件东西 就是坚持 我觉得YouTuber的最大的条件 最重要的条件不是你的外在,不是你的器材 不是你多有才华 最重要的真的是坚持 而且我通常去看人家的YouTube频道 我第一件看的就是看他有多少个视频 我先不看他的订阅者或者是他的影片 我通常会看他的视频 我想说这个YouTuber到底做了多久 然后到底有没有一直在好论 然后我真的是 就是有稍微看了很多YouTuber 我真的是文王爷是300多个 是最多的 就是一直不断的 很多人会一直埋怨说 为什么我自己的影片没有人在看 然后为什么我明明很有颜值 我很有才华 很有想法 很有创意 但是我的影片 为什么一直没有人看到 其实有时候你就不是 不是因为你没有颜值 你不帅 而是就是真的你少了那一份坚持 因为你凭什么要人家在你发布大概一两个影片的时候就马上喜欢你 你通常喜欢一个歌手 你应该也是会可能听了很多他的歌曲 听了他两三张专辑 像林俊杰我也很喜欢他 我是到了他到那个不为谁而做的歌 然后才开始喜欢他 就是有一些人真的是要花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 你才可以喜欢他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觉得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啊 那每天拍roll啊熬夜剪辑还是没有人看 你就要问问自己 你是不是做的比别人 没有这么勤劳 你会发现到永远比你优秀的人都比你更勤劳 很少人是真的是一炮而红的 就因为一首歌或者是随便拍一个影片 像那种Cody 彤彤 Dennis 你看他们 他们的发片量是很惊人的 一直在发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成功的一个第一点 我觉得大家不要真的是 要求就是老天爷就是让你一炮而红 就是规规矩矩 其实YouTuber跟你做学校的功课是一样的 或者是跟你的工作是一样的 如果你把YouTuber当作是你的职业的话 你就真的要很有纪律 真的是要规定自己 像我没有办法 是因为我本身有工作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说 我每个礼拜几点一定要准时上载 但是我都会逼我自己 我这次两个礼拜一定要一个影片 不然的话我会觉得 人家要走 所以就是每次放工 我以前是在新洲日报工作 然后每次放工大概就晚上11点12点 然后每次都是半夜拍片 然后每次都是上船的时候 差不多4点5点 因为我有点急性子 我通常拍了影片过后 我不会拖一个礼拜去剪的 我就会没有梦 然后越剪越慢 然后最后讲 哎呀 那个已经是上个礼拜的事情我不想出了 所以我通常如果是拍 因为Cover歌曲或者是Vlog之类的 我都尽早趁自己还有那个那个Moon的时候去玩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不是很厉害讲话的人 所以我忘记是谁是 Edwin有在吗 还有Vitra 不在 是不是你有看 是不是有 是不是你留言说 你是不是在偷偷看稿 对对对对 那真的有人发现到 因为 因为其实我以前都是在唱歌比较多 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是很厉害讲话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镜头面前 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讲话 或者是拍Vlog 所以我几乎没有Vlog 我都是改编翻唱 可是后来我发现都不行了 因为改编翻唱的话 每次会侵犯版权 侵犯版权 不管我的view今天到百万的话 几百K都好 我没有任何的收入 他直接说你的歌已经侵犯了滚石 什么音乐那样子 没有办法盈利 对对对 或者是你的背景音乐 你想用一下 一首歌很好听 就偏偏你用了那一分钟 结果用到你这个影片完全没有收入 这个是我面对最大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真的很苦恼很苦恼 到底我要怎么去解决 所以我就走了两条路 第一个就是我开始唱原创歌曲 虽然赚很少钱 因为单单是制作一首歌 差不多就花了你五千六千 甚至上万 然后我觉得也不行 因为制作原创歌曲太麻烦了 因为我不会编曲 然后不会 我只会作词 然后我哼唱 然后找给专业音乐人去做 但是那些音乐人都是要早吃的 我不可能让他们免费做 所以我也是花了很多钱 所以我拍过什么单身狗过年呢 然后找了很多YouTuber来合作 然后他们的 很义气啦 就是免费帮我拍 但是那些专业的音乐人 不好意思 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都要付钱 我讲到那里 我一下打断 OK 所以就是一方面 就是我开始走原创的路线 然后第二方面呢 就是我觉得 我开始要走一些 说话的影片 哪怕我真的是 不擅长讲话 我要逼我自己 因为呢 讲话的影片呢 是不会 是最简单 如果要拍一个 Vlog 可能真的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要去旅行 或者是我要去找什么鬼屋 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拍 唱歌 我觉得也是很麻烦 然后就是要录很长时间 我觉得讲话已经是最简单 比起拍短片 拍什么东西 是最简单的 所以我就 把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当作是我的这个 怎么说 好像演讲比赛 这样子 因为我小时候 就是参加演讲比赛的 然后参加辩论队 这样子 然后我就讲 为什么我不能用这样的方式 来用运用在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里面 因为我发现到 有很多的这个YouTube 我有观察 我觉得有一些是真的是 可以嘛 上队的镜头讲 我觉得应该 买到背文王爷都是很厉害 一开镜头都会马上讲的 我们会NG的 然后有一些 像台湾球球鞋 像一个叫什么 张开亮 我发现他们应该没有到 我总觉得他们应该是有准备稿子的 然后只是说他们已经背了起来 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个体字器 所以我就想要效仿他们这样子的方式 因为可以剪的嘛 影片不会一拍的嘛 还有时候会把中间卡的地方剪掉 所以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拍影片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 一轮嘴在镜头前的讲话 所以我都会 呃 今天是很简单的分享 然后我就发现到好像不行了 因为可能 担心今天有很多人可能真的是从老远来 或者是有些人来支持你的人 然后突然间看你真的没有准备 然后口吃这样子 然后突然间回去按 unfollow怎么办 所以我就 我觉得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写了很长的这个稿 当然我没有一个一个这样子面 但是主要是提醒我就是要讲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 我主要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些做YouTuber的一些经验 让大家少走一点网路 因为我相信我是这里创办YouTube channel最久的了 其实我11年前就已经创立了 真的11年前 我昨天的时候就回去看一下我第一支影片是几时了 11年前 我第一支cover song大概也是10年前 只是那时候就是放上去没有人看 然后就隔 然后可能隔了两三年 然后又想唱一首歌 然后又再放上去 哎呀还是不红 然后直到直到直到去年的时候才 开始有点喜色 就是我想说哎好无聊 我就唱一首歌叫你好不好 然后那时候就放上去的时候 有中国报报导 然后有台湾媒体报导 然后然后我就接连一直唱唱唱 我发现到大家原来 因为因为我歌声不好嘛 样子又不好嘛 所以我就发现到原来我可以靠改编歌曲来 赚取大家的眼球 所以我就开始改编歌曲 然后呢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黄明志也转发 我翻唱他的歌 改编他的歌 然后很多的这个台湾媒体也很喜欢 台湾媒体其实很喜欢改编翻唱的 他们很喜欢share 这个叫什么什么media的 一个vsmedia 对对对 我几乎翻唱的歌曲有50% 他们都会share 所以就是因为受到这些鼓励 然后一开始我也不是用我自己的这个channel来发歌的 一开始我是用一个叫雨天制作方 那时候是我一个college的时候的一个page 纯粹是几个好朋友一起开的一个page 然后我们就是拍短片的一个page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很可惜 因为我之前有试过一个影片 就让我在一个星期里面page 从一万个like然后标去四万 就里面一个影片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 因为我就没有用真名嘛 我就叫雨天 然后那时候真的有人问我 哎 你是雨天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就决定 我说服了很久才说服我自己 就是用我自己的真名来开一个page 因为我觉得对我的这个 可能工作方面也比较好 所以我就用了我真名 重新开了一个page 然后也把我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跟我的这个facebook的page的名字完全统一 OK 让大家来容易找到我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做youtuber的话 一定要先想 你不能说等你红了 你才来 你不能说就是 就是随便把你的影片随便po 你一定要铺后路 就是你要先确定你要用什么样的名字 然后呢 用怎样的page 你是不是要facebook page和你的youtube 你都要都要兼顾 还是你要只是想主导你的这个youtube channel 我当时候就没有想太多 为了唱就唱 所以我错过了很多机会 那时候就是很多人share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我就重新来扩 然后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然后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突破回以前我的pitchline 我有一天的这个pitchline 我有一天的这个pitchline 还多过我现在个人的这个pitchline 多很多 一直一直到现在我 一年多了都还没有办法 去打破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我有一次在电台里面 大家不懂有没有看过那个minefm的一个节目 是专门访问红人的 不论你们有没有听过 minefm的有一个的 然后他那时候请了一个youtube school的那个 好像是 然后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很好啊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跟你们分享 因为他讲了就是youtuber 要成为youtuber的三大条件 我就觉得很有启发 那时候我在晚上开车的时候 他讲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兴趣 他就说 如果今天你只剩下24个小时 你最后想做什么东西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24小时 你纯粹想大吃大喝啊 去旅行啊 这可能 就是当你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你最爱 最爱做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你是想拍个vlog记录你 最后一天的生活 这样恭喜你啊 你就很适合做youtuber OK 第二个就是你所拍片的目的 你一定要知道你拍片的这个目的是做什么 你到底是想要逗人家开心 还是你要分享资讯给别人 这个很重要 像有一些youtuber他专门就是走资讯路线的 我很蛮喜欢 像阿迪英文 他就是要教你英文 Mr.Young也是 然后fashion boy就是教你潮流 然后逗你开心的可能就是像puppet jam啊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类型的 然后像本地的话 像spot张开亮就是我很喜欢的 不过他们你们可能不熟啊 因为他是讲 啊怎么投资股票啊 GSD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目的都很明确 像我觉得文王爷也算是蛮明确 就是很多那种去那种鬼屋啊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个目的 你到底是要做什么 一个明确的目标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这个也是那个Sean讲的 就是我刚才提过的 文王爷提过的就是坚持 然后那个主持人就有访问他 你觉得一个成功的youtuber的那个subscriber要多少 他觉得其实一个youtuber要达到1000个subscriber已经很厉害了 他是这样子定义啦 你达到你第一个1000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接下来就是看你怎么去坚持 因为你第一个1000是缓长时间的 我第一个1000是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 我第一个1000是缓了一年的时间 我的youtube channel11年前 我去年才破1000 然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 现在是29000 所以真的是第一个1000是最难的 因为你第一个1000是没有方向 你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 你通常是要做到大概哦 我是差不多做到大概3000多才发现大家喜欢什么 一开始就是什么都拍 什么都放 连学生作业也放上去 然后可能路边看到狗大便也放上去 就没有目的了 看到什么就放上去 然后真的是到了3000多开始发现了 有一些影片是点击率稍微高的 我就知道大家原来我比较擅长做那个东西 所以我就去做那件事情 OK 这个就是三大点 这个就是Shawn有提的 也不是我原创的 第一就是兴趣 第二就是目的 第三就是坚持 然后我自己加上一点啦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你真的是要有一方面的专长 你一定要发现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专长 像你可能就是很厉害唱歌 然后可能有些人就很厉害开箱 我买了病哦 我也很喜欢看开箱 不懂为什么每次都觉得你很多产品啊 到底这样买 一堆耳机 speaker啊 一堆东西 然后可能有些人就很适合去探险 然后很多人有些人适合去旅行 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出你自己最擅长的东西 包括你也可以很喜欢看电影 其实不管什么样的领域你都可以做YouTuber 你喜欢看电影的话你就可以学古阿末 你喜欢唱歌的话你就可以学蔡恩宇 然后你喜欢跳舞的话也是有很多舞蹈的这些YouTuber 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出你自己一个最有兴趣的东西 OK 我要这样讲 OK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一直有问我到底你觉得YouTuber到底需要怎样的一个条件 我觉得当然刚才提到的这四点是最重要的 其实你有没有颜值有没有拍摄技术重要吗 其实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那些是让你加分事半功倍的 因为确实有很帅的人很美的人一定比你轻松很多 有时候我也是会埋怨我这个跟人家埋怨我讲说 明明cover同样的一首歌曲 我的view跟它一样的 我的subscriber比较少会背的 不懂为什么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cover歌嘛YouTube 我每次看我的view明明cover很多 但是他subscriber可以超过我 因为对方就是一个大美女嘛 所以确实确实 颜值当然有帮助你 但是 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特色 还有你的这个努力和坚持 因为你会发现到其实最红的YouTuber也不是最帅的 最红的像我排斥一点啦 就是Big勇 也没有到特别帅啊 黄明志也没有特别帅啊 因为最后走到最远的通常就是看你的实力 大家可能会一小撮人会因为你的外貌 没有经过思考就subscriber 所以也会的 看到很美很帅的人 我连听他的歌都还没有开 我就先按subscriber 可是真正让你的粉丝走到最后最多的 走到终点站的一定是靠你的这个实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点小小的经验分享 好 我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